各位卓司工作室的同工你們好 我是中華基督教會譚理黎芬見面中學的鄭家略老師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和大家分享這份 創客製造者工作坊電子電路入門活用篇裡的其中一份教材 當我第一次接到這份套件 我真的覺得很有親切感 為什麼呢?因為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就是讀E&E的 即是電子及電機 當我接到這份套件拆開來看 就看到很多似曾相識的零件 而且當我回到教材裡面的說明書 看看目錄 我就發現有很多題材都是我小時候曾經做過的 例如電子密碼器 樓梯燈開關設計 光感應小夜燈等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自從我們開始用這個數字電路之後 我們就越來越少用電子零件來裝備電子電路 因為確實是 那塊MCU做少許編程 已經可以做到剛才的電路 但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例如光感應小夜燈 其實就算你用MCU來編程 你一樣要駁全感器 一樣要駁眼燈出來 其實裡面的線路真的非常簡單 不一定用編程 就這樣用一些邏輯電路都可以做到 所以今天我就打算和大家分享 目錄裡面最後的一項教材 就是電子昆蟲 因為我覺得這個題目裡面有提及幾種電子電路 是我認為現在的學生都必須學習的 其實這個電子昆蟲的教材 裡面最重要就是使用了一隻雜成電路 稱為三條五五五五的 說回這隻五五五五的雜成電路 其實在卡路斯讀小學 距離現在四五十年前已經存在了 當時有了這個雜成電路 已經是省卻了我們很多連接電路的功夫 因為之前我們有三種電子線路 都用晶體管、電阻和電容裝陷出來 那三種電路都稱為multi vibrator 多鞋震蕩器 又或者稱為複震器 所謂多鞋震蕩 就指它可以連綿不絕地導通和截止 從而產生一個square wave 方波 我們又可以根據多鞋震蕩器的穩定性 來把它分為三種 這三款多鞋震蕩器各有名稱 第一款就叫做單穩泰多鞋震蕩器 古名思義 就是導通和截止兩個狀態 它有一個狀態會是穩定的 例如電路的輸出端長期是低電位的 但當你觸動它的時候 它就會輸出高電位一段短的時間 然後回復低電位 至於高電位多久的時間 就是用電容充電的時間來決定 線路裡面只有一粒電容 我們就叫它單穩泰 當中的第二款 就稱為雙穩泰多鞋震蕩器 而雙穩泰多鞋震蕩器的電路 就比單穩泰少了粒電容 沒有電容 就是沒有充電的時間 因此這個線路每觸動一次 就會改變狀態 要是由高電位去低電位 要是由低電位去高電位 兩個狀態都是穩定的 而耳種電腦也對人稱為Flip Flop 而最後一款 也是今天在電子昆蟲裡用到的 叫做無穩泰多鞋震蕩器 而無穩泰的意思 就是它沒有剛才單穩泰 和雙穩泰的穩定狀態 當你觸發它之後 它會在兩個狀態之間頻密轉換 而當中你要影響震蕩頻率 只能通過調教可變電阻 就改變它 大家剛才已經看過無穩泰多鞋震蕩器 用晶體管接駁的電腦 但今天我們的目的 是看這個用三條五如何接駁 三條五是一個八隻腳的集成電腦 除了第一腳和八腳是電源之外 其他的腳都分別有不同的用途 例如第二腳是用來觸發的 第三腳是用來輸出的 第三腳是用來重置等等 如果大家想清楚整個電子昆蟲的線路 就可以看一看第七十八頁 這個線路我就不多詳細解釋了 大家需要留意的就是 有一個1Math Home的可免電阻 這個是用來調教電子昆蟲的頻率 而在我手上已經將這個 用三條五所製作的電子昆蟲線路 在這個面包板上安裝好了 而剛才我所說的1Math Home的可免電阻 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電子昆蟲主要是模仿昆蟲的名叫聲 而用這個可免電阻來調教昆蟲名叫的速度 線路的核心當然是三條五 而大家比對一下 卡六式的電腦 是比書裡的電腦多了一隻電阻 待會我會解釋為什麼 而線路上面 風明器和LED是並聯的 所以兩隻應該會同步 現在我們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我們將6W的直流電供應給電腦 立即你就會看到 LED和風明器同步 而當你調教這個1Math的可免電阻 你發覺你可以將電子昆蟲的叫聲頻率改變 現在頻率就調到極慢 接著我又將它調快一點 但是快有一個限度 去到某一個頻率 線路就停止工作 讓我調教一個適當頻率 大家看看 是否真的覺得好像一隻電子昆蟲在那裡名叫呢 在安裝這個線路中間 我也犯了一些錯 就因為我是跟著這個78號線路去接駁 而在接駁風明片和LED並聯的地方 我就跟著線路接駁 於是一接電源 那顆LED已經是燒毀了 大家如果有電池的常識 就應該看到電路裡面犯了小錯誤 因為我們現在用電源 既然是6W 而輸出的地方 有5W至6W的電壓 直接輸入LED 是會將一顆普通的LED燒毀的 所以到最後 我就在LED 就串聯了一隻220HM的電阻 就這樣解決了問題 更希望今天通過安裝這個 電子昆蟲的線路 讓大家明白 什麼叫單穩泰 什麼叫雙穩泰 什麼叫無穩泰 都是相當電路 而更加認識到 3條5的使用方法 好了 今天我回到這裡 我是卡路斯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也可以同時關注 《風琴其合卡路斯》的頻道 拜拜